关注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 目前执行本次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行驶在南大洋上 这两天已经进入了伏兵区域 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1月4号的上午 我现在是在雪龙二号的驾驶台上 那通过这个屏幕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抵达了南北的68度 西京的121度 可以说我们离这个第一个作业站位已经越来越近了 那通过驾驶台望出去呢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驶入了大片的伏兵区域 这两天随着雪龙二号向南大洋的更高纬度行进 气温不断降低 天空也飘起了雪花 我们遇见的伏兵数量越来越多 面积也越来越大 从最初发现的零星散碎冰块 到陆续出现了小面积的连片伏兵 到最后伏兵覆盖了整个行进路线 为了安全行驶 船员们通过海滨雷达实时探测大块海滨 同时根据卫星摇杆影像数据 科学调整行进路线 我们属于伏兵区域 我们主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航速 我们注意避开大的冰或者是冰山 那后期如果说我们遇到一些比较整片的一些厚冰 那根据我们这个传播的扑兵能力 我们是能够破1.5米的冰加上了0.2米的积雪 千奇百怪的海滨和冰山不仅形成了南极地区独特的景观 也蕴藏着大气海洋生物等各个领域的奥秘 接下来我们就认识一下形态各异的南极海滨和冰山 南极的海滨和冰山通常是白色 但也有着部分特殊颜色的冰山 这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关注 这个冰山的颜色是绿色的 这一部分实际上也是看到的 就是它翻转以后的部分 这一部分原来是在海洋中 它包含了含铁的一部分 所以它呈现的是一个绿色 科学研究表明 绿色的冰山是来自南极洲大陆的 盐粉中铁氧化物的结果 也就是说从南极冰盖上脱落的 含有铁氧化物的冰川冰 到达海洋里形成冰山后 就会呈现这种罕见的翠绿色 而另外有些海滨则会带有黄色和褐色 雪龙船它破冰以后 这个海滨翻过来以后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的底部 就是这种黄色的 这一部分实际上是藻类 我们叫冰枣 冰枣就是银虾的一个主要的食物的来源 海滨除了不同的颜色 还有各种奇特的形状 例如这种少见的圆饼状的海滨 比如说有风比较大的时候 那么海滨就会破碎 破碎它们在一起会互相撞击 它的边缘就会增厚 就会形成这种 国内一般叫连夜冰 看起来非常像连夜的样 那么国外一般叫饼状冰 那我们看起来其实很像我们吃的披萨饼的那个 它边缘是厚的 中间是薄的 尽管南极大部分海域被海滨覆盖 但即使在冬季的时候 有些被海滨包围的海面 却始终保持无冰的状态 这些区域就被科学家们称为冰尖湖 冰尖湖通常形成的这个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个是强劲的这个下降风把这个海滨吹走了 就是刚结冰就被海风吹走了 另一个就是有可能下面非常暖的水 通过涌升到海表面 然后使这块抑制这块结冰 就是暖水上来之后抑制这块海滨的形成 海滨专家表示 南北极海滨对于维持地球气候稳定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科学家进行海滨综合调查作业的重要目的之一 是研究海滨的变化过程 及其与大气和海洋的相互作用 进而揭开更多关于气候变化的奥秘 研究南极的海滨 对于全球气候变化这个课题来说非常重要 事实上刚刚过去的这一年 南极海滨的面积创下了历史新低 南极海滨面积目前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势 面积减少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海滨专家的解读 南极的这个海滨范围呢 在今年的这种南半前后夏季 又再创了一个历史的新低 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么截止目前呢 南极的夏季的这种海滨范围 我大概估算了一下 大概减少了10%多的样子 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 南极海滨面积正处于 自45年前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2023年7月中旬 也就是南半球的冬季 南极海滨面积较1981至2010年的平均值 减少了260万平方公里 这一数字几乎与阿根廷国土面积相当 欧洲航天局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过去25年中 有48个南极冰架的质量 比其原有质量减少了超过30% 南极海滨呢 从我们有卫星观测记录呢 是从1975年开始的 实际上是一直到了2014年呢 它整体的趋势是在增加的 在此之后呢 它有一次突然的下降 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 达到了最小值比历史 同期呢 减少了200万平方公里 过去几十年 北极海滨一直在减少 与全球气候变暖同步 而南极海滨面积的变化 与全球气候变暖并不同步 但近几年 南极海滨减少速度 却创下记录 这种异常 正在受到更多科学家的关注 海滨专家认为 多重因素 共同造成了这种变化 影响的一个因素呢 主要就是 大气的一个环流的异常 和这个海洋的一个异常 那么大气环流的异常呢 主要包括了这个大气的 环状膜的一个异常 以及气旋的影响等等 以及极地的这个平流层 极窝的一个影响 那么海洋那个异常呢 主要都包括了 南大洋的自表层的变暖 除了大气和海洋的异常 南极上空臭氧空洞的影响 也是重要因素 而这些异常的因素 多数都与人类活动有关 科研人员提醒 南极海滨面积的急剧减少 可能会给企鹅 等在海滨上繁殖和养育后代的动物 带来严重后果 同时也会减少白冰反射回太空的阳光 从而加速全球变暖